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菜园 现在是2021年的6月中 后院用花盆种植的西葫芦 已经开始陆续成熟了 这也是今年后院春播以来 正式成熟的第32种蔬菜 如果您有兴趣浏览其他蔬菜 从种子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 欢迎您浏览我之前制作的其他视频 里面都有我种植每种蔬菜的 详细介绍到收获果实的全过程 今年的西葫芦我一共种植了三个品种 共计20颗左右 包括这种常见的大型西葫芦 和小型翠玉圆西葫芦 和白色星星形状的西葫芦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我将一部分的西葫芦 种植在了五加仑的花盆里 这种五加仑的花盆直径大约28厘米 高约30厘米 所以这种用花盆或者桶种菜的方式 非常适合种菜空间有限的朋友尝试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这颗最大的西葫芦 已经有两颗瓜授粉成功 逐渐在长大 根据我的经验 其中较大的一颗 目测重量大约在1.5磅重 更有趣的一点是 由于今年我用花盆和桶 种了太多的蔬菜 所以由于这颗西葫芦我放在角落 在它全生长期内 我竟然忘了对它施肥 但是它依旧硕果累累 由此可见 西葫芦是一种非常好种植的果菜 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种西葫芦原则上是不需要育苗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几个黑色大花盆里 种的新的西葫芦 都是五月份把种子直接埋在土里发芽长大的 由于常见的西葫芦从种子发芽 到第一颗果实成熟 只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只要您居住的地区 夏天20度以上的时间超过三个月 那么完全是不需要育苗的 直接播种就可以了 而育苗的最大区别 就是可以适当的将果实成熟的时间相对提前 以我盆里这颗已经接了两颗西葫芦果实的盆栽为例 它的幼苗是在三月底开始在室内培育的 我在四月份把它移栽到了室外 五月初开始开花 但是由于当时气温较低 所以只开熊花 一直到了六月初 气温逐渐升高 这个时候才陆续有些熊花雌花同时开放 当然您也可以用小刷子 对其进行人工辅助受粉 提高果实受粉成功的几率 当然这种盆栽的西葫芦 我在今后的日子会对其补充适当的磷甲肥 正常情况下 它可以上涨到九月 所以还可以陆续接出很多果实来 当然我也会陆续和您更新我后院所有种植的瓜果蔬菜最新的生长境况 感谢您的关注和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